哈喽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样种芹菜 从种子开始种 我看这包的说明是从 3月4月开始就可以在室外进行播种了 但是因为因果比较冷 我打算先把它放到育苗器里 说这一包有600个种子 今天是3月初 种芹菜的土 是用什么土都行 你后来也可以后期改造 比方说加些豆肥啊 蛋壳肥啊 都可以的 我只是去年买了 剩下的里面包涂 然后用这个给它萌芽 它这里边有洞嘛 下面给它做上这个 做上一个小托盘 可以往来浇水 就我的种植经验来看 你用泡沫的育苗器 还有一种 就是上面带着透明盖子的那种 它方便植物进行装光合作用 放在温室里或者暖棚里 它的成活率要比你直接拨在外面 要高很多 特别是像3、4月份 英国又这么冷 天气还没有这么暖的情况下 这种的育苗方式 成活率很大 当然它说的发芽时间 根据你居住的地区 像这种冷的地方 要乘以2 我的培土就做好了 不用压得特别紧 稍微压一下就可以 它的种子应该是很小 这么一小包里边居然有600个 这种种子你都不要埋得特别深 因为我发现你要是埋得很深的话 种子直接就出不来了 浅浅的撒在土壤里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用一个赤纸巾 厨房纸巾 把这个种子撒在厨房纸巾里 这样也有助于发芽率的提高 这两种方法我都用过 就是泡水法 还有纸巾发芽法都不错 但是像芹菜这么小的种子 最好你就像我似的 直接这么撒进来 第二步要做的就是在种子上面 轻轻的撒上一层土 给它插上芹菜的标签 晒一会太阳 我们也浇了水了 现在就要放到大盆栗 三四天我过来查看 还没有任何发芽的迹象 大概是还比较冷的缘故 这个样的你不用每天都给它浇水 我就是三天前浇了一次 看着它比较湿润 你就不用管它了 给它盖上这么个盖子 把它保暖 这个是我等着种油菜的 这样保暖一下 3月24号发芽了 虽然还很小 所以芹菜从播种到它发芽 英国三月份开始 我是用了差不多三个礼拜 二十多天 三月二十七号 不用浇水 还是比较湿润 今天是三月三十号 我自从播了种到现在 过了很久了 你看 但是呢 浇水只浇过一两次 长出来了 大盆的小苗 看小种子 这个还带着呢 看着还是比较湿润 不用浇水 两天后 发现稍微有点干了 你像西红柿啊 芹菜啊 生长中期都很长 至少得五六个月 你得有耐心 天是四月二十一号 其中育苗的这一盘 要送给我同事 因为实在是很多 自己呢 肯定没有那么多地方种 要省得它买了 这是四月底 看已经有针叶往外涨了 很慢 但是没想到有这么多颗 量太多 我这是送给了三个同事 三个同事后来告诉我 这些芹菜都没有养活 这是四月底 现在是五月底了 我专门给他们买了 种它的容器 还有新的种植土 今天做的就是芹菜一盆 真的就是实在太多了 我应该种四分之一还差不多 这每一棵小苗 后来就会是一棵芹菜 真的就有六百多颗种子 一点都不夸张 这个时候你的动作要轻一点 因为它的根系还没有那么发达 不要给它拽坏了 放的位置 不要放到大太阳直射的地方 因为芹菜喜寒 不能说没有阳光 但有的菜不能让太阳直射 就好像特别热的天气 牛直射 像油菜之类的 特别都容易抽台开花 这就是它的根系 虽然长出来一些了 但是非常的小 我真是没有地方种它们 你别看我老说给它一盆之类的 其实我种的非常密集 你要是有地方的话 就不用像我似的排的这么挤 我主要是不想扔掉它们 今天早上我过来一看 因为我的疏忽 我还有一大些芹菜 没有一盆和这个似的 得给它分开移 它居然已经趴下了 所以就和这个似的 我就赶紧给它移到一个比较大的棚里来 希望能够缓过来 这个几个小时已经缓过来了 这个再看看 真是 就是天热的话 你就得浇水勤着点 种子时期不用多浇水 6月19号 这一棵长得算比较好的 看 这个又出来了 中间这个 这边这些长得也很好 等着再给它翻盘 看着干 在英国的你知道 我不清楚欧洲寿别的国家 可能也差不多都一样 芹菜只卖梗 干本就没有叶 我是吃它的叶子 所以就想自己种 6月24号 6月26号 我又给它买了个大种植容器 有些发黄 我就赶紧给它移到了一个阴凉处 因为那边早晨太阳太大了 给我晒坏了都 放这边来行 半阴的地方 不能没有阳光 但真的就不能整天晒那么久 7月10号 长得多喜人啊 大叶子绿油油的 用不了多久 我就给它 落成芹菜饼吃了 7月14号 7月14号 上面这两颗 大家还记得 就是我从超市买来直接种的 这样长得快 一颗开花 结果了 出台了 这颗呢 不停地长 我已经吃过一次了 这颗 OK 我们今天就到这吧 感谢大家收看 你是不是打算也要种一些 要买种子 千万别和我似的 一包都撒了 真是太多了 没地方种 我们下次再见了 这颗长得好啊 看